轮到十二地址了,同族百计 我们先说子 这个子时是代表着草木生子出阳始发 这个时候是晚上的二十三点到一点 是叫夜半 这就是阴阳交替的时间 现在的时间是在二十四点 叫零点为正中间 古时呢,多是以二十三点 就到这个时候已经到第二天了 所以说我们说凌晨三经 这个时候已经三经了 最阴的时候 一经就是落太阳落山 这个时候就该睡觉了按道理 所以说夏天睡觉可以晚一点 冬天就一定要早才对身体好 这个子不问补,自惹祸秧 就是这个时候不能补算 问卦 因为这个时候是阴阳交接的时候 那你说五十也是,那当然不错 但是这个时候是由阴到阳 阴的东西呢,往往我们看不见的时候 但是,以道理 同时呢,这个是学术的难题 现在到底是零点还是二三点 也是有两派,一直欠古中文不休 但是我们普遍是以二十三点 二十一点为准 那老鼠这个动物很神奇 它前面四个爪子是四个指 后面两个爪子是五个指 指头 那所以说这个就 反正这个时候 你就遵循古人说的就是了 然后丑时呢 叫鸡鸣 这个时候草木萌芽 扭曲出土 那同样这个就是我们说草 说万物和动物 包括人 它这个节令和午后 都是这个生长的规律周期 叫鸡鸣呢 就这个时候鸡就叫 往往就猪蛙皮 如果再叫 那就可能再子时就叫了 这个时候天还没亮 它就开始叫 丑不灌带主不还乡 那因为这个时候 如果论十二消息卦的话 它是一个 蒂泽林 就是二摇 如果乾隆 见隆在田嘛 应该是可以动了 没错 那小孩也可以 穿衣戴帽了 叫灌带嘛 丑不灌带 那这个时候 就是说你虽然说能 但是还是阴很旺的时候 你就不要轻易的出远门 那这个时候还是在夜晚 包括瞅日 瞅月 瞅年 都尽量不要 因为都是这种天地能量气场 所以说 那这个时候 鸡鸣也指鬼之木 所以 一定要 多多注意 然后 鸡鸣 鸡鸣是 一个小老虎 驱寒三日演绎新春 这个时候 是平淡 太阳 已经是 蒙蒙答答答 看到蜀光了 那这个时候 呃 鸢不祭祀 神鬼不常 就说人间 所谓阳间嘛 你说神 他更阳 那没错 但是 他们相对于我们 是虚风界 这是其一 第二呢 天上的少 地下的多 所以说 这个时候 尽量不要祭祀 这个 银 呃 天开于子 地匹所人 生于银 银是 三阳开太 这个时候是 人的一个戒令 所以说 相对的这个是 神 就是 呃 龟了 就是那个字 所以说 他们尽量 不要求败他们 然后 某的日照东方 万物资 呃 日出了 这个时候就 不穿井 穿井 穿井 这个这个 木是最旺的时候 甲木椅木到这个时候 都是最旺的时候 那树把水都吸干了